在接受同一美國新聞網訪談時 美眾議員瓦格納表示 中共系統的故意誤導 歪曲和掩蓋關於病毒的致命信息 而這些信息本可以阻止全球大瘟疫的發生 因此中共的做法直接違反了國際法 瓦格納認為 已經到了通過美國補償法案的時候 讓中共為其不道德和危險的行為買單 美國補償法案在經濟上追責中共的具體建議包括 凍結中共在美資產 迫使其達成雙邊賠償協議 設立基金賠償疫情對美國造成的損失 取消中國發展中國家的地位 取消中國得到世界銀行開發貸款的資格 阻止中國在聯合國取得特殊待遇 禁止美國儲蓄基金在中國投資 對中共官員及其家屬 竊取知識產權 參與監控 過濾和審查 以及利用疫情獲利的中國實體 實施制裁和旅行限制等 因此 主任佳